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做个测试 测试 他是可以了解季度指数度的测试 去超是偶然在精品活动上中奖的 然后你收到了豆油礼品额 可是看到旁边的人收到了水果礼额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第一 为收到水果礼盒的人可不可以换一下 第二 你去找超市负责人办礼品 第三 虽然很可惜 但是感觉到非常满足就悄悄的离开了 第四 掏自己的钱也要得到水果礼盒 反正第一 第四 我都会选什么 二和三呢 你会去找人换他 或者是就说财索 如果是看那个的话我会选C 好吧 那是C吧 因为我觉得水果礼盒没有豆油水 礼盒贵 那我问你啊 你以前交女朋友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嫉妒 嫉妒是吗 就是比如说 不 你就想 就想我跟别人接文系了 看有没有报备 因为这是工作嘛 专业嘛 如果你真的要去工作的话提前报备 那我觉得就 还OK 好吧 牛脑 好吧 我再想想他有什么问题 你跟他一定可还没有告诉我答案呗 你选的是三哈 三他是说 虽然你会怀疑女朋友 可是还是会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表面上很酷 可是背地里会调查女朋友的人 你是吗 你是哦 我好像真是 我会 所以你说如果要是我跟别人发了信息 然后你觉得 是个男子你会记住吗 但是我没告诉你他是谁 那如果我自己私底下 我就会去看 到底是什么 你会调查我是不是 去通过你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是怎么样 你不会真的有这样子吧 因为这样子一定有事 我不会 我绝对不会一直叫他两个穿 是吗 我真的不会 我发誓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人 我觉得我除了我的男朋友的话 其他男人再帅我都看不到眼 好咱们去阿哥吧 好啊